追踪第一线 今天为您访问到的是 TVBS驻南韩的特约记者杨潜豪 潜豪午安 交融和各位TVBS的观众 大家午安 我们先来关心是南北韩的关系 其实最近北韩有蛮多动作 包括已经朝南韩发出了 上千颗的会晤气球 也干扰渔民出海用的GPS 南韩方面则是宣布要 废止两韩的919军事协议 这些你来我往会怎么样影响 南北韩未来的关系发展 我们要请钱豪带我们来分析 好 相信大家都看到 北韩从5月29号开始 对南韩各地施放了各种装油 包括粪便还有各种垃圾的气球 以作为南韩脱背者团体 对北韩施放反体制宣传气球传单的报复 截至昨天为止 南韩方面已经接获超过800起的报案 尽管目前经过确认都没有 发现有害的生化物质 但是有些不仅有粪便 还有些气球着陆后产生了火花 如果掉落在周边有易燃物的环境 就有可能会引发火警 过去几天甚至出现汽车 被降落的气球 所含有的重型垃圾给砸到 那玻璃和车体都受损 引发了民众的不安与恐慌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外面没有太过琢磨的问题 在于北韩除了释放气球之外 在南韩的西海舞蹈地带 实施了GPS的电波扰乱 影响到南韩渔民和船只的作业 由于脱背者团体长期在南北韩边境地带 朝北韩施放反体制的船单 而激怒了平壤当局 事实上在过去进步派主张对北韩友好的文在寅前总统 执政的时候南韩国会当时曾经通过对北传单禁止法 但是后来南韩的宪法裁判所判决这条法令是侵犯言论自由的 而宣布这个法条失效 所以近来特别是尹锡越总统上台之后 这个脱背者还有极端的保守派团体 又重新的重启这个空飘这个传单施放 北韩到这个6月3号宣布中断这个会晤和这个垃圾气球的施放 这也表示如果南韩的脱背者团体持续向北韩发送这种气球传单的话 北韩会继续往南韩投放相应数量的会晤垃圾气球 那为了反制北韩 南韩军方在6月3号表示 将会在边境地带重启对北韩的新战扩英广播 另外原本南韩去年宣布终止919军事协议条文的部分效力 这回呢则进一步的决定终止所有内容的效力 而且重启在边境地带的军事的行动 直到南北韩恢复相互的信贷关系为止 预料呢接下来 韩军将会在这个军事分界线南侧地带 出动旅团级的兵力展开军训或者是涉及演练 那韩国防部政策市长赵昌来 在6月4号表示 面对北韩的挑衅 韩军为了要守护国民生命安全 会谋求所有必要的处置方案 招惹当前事态的责任 都应该要算在北韩政权身上 那北韩如果敢有追加的挑衅行为 韩军会以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为基础 即刻强力 而且到结束为止都会断然的予以成见 那就在今天早上 南韩的脱北者团体要在边境地带 朝北韩发放了空飘传单 刚才南韩军方也罕见的公开表示 已经侦测到传单成功的飞越到北韩境内 但尚未发现北韩方面有任何的举动 好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南韩在政治上面临的压力 而在社会上最大的问题就是 住院实习的医师抗争还在持续 而且有九成的人力 都还没回到工作岗位上 不过现在另一个危机是除了这些住院实习医师之外 是不是请教前好是大韩医师协会也准备再举行罢工投票呢 如果真的要罢工的话 又会对南韩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好 我们先前有讲过 南韩法院已经判决 政府决定对医学院扩招 扩招学生是具有合理性的 因此驳回医界团体 要求终止执行增生的申请案 但是经过三周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超过九成的住院和实习医师 还没有回归到工作岗位上 原本从三月起已经有许多的住院和实习医师 都纷纷的递出辞呈 但是政府有发布禁令 禁止这个医院和教授 要求他们不得受理这个辞呈 而且还发动了业务开始命令 扬言要对这个没有回归工作岗位的 住院和实习医师展开刑事处罚 只是在南韩这个4月9号 这个国会选举前后 担忧这个政府的这个禁令会牵动到选情 所以其实并没有很严格的这个执行 我们上上周也有提到 这个由于住院和实习医师 已经矿职超过三个月了 依照目前的规定是没有办法 参加该年度的医师资格考试 那若是如此 往后医疗和教育体系 将可能会预见会有大乱的情况发生 南韩保健福祉部在昨天宣布 解除这个辞呈受理的禁令 还有业务开始命令 也就是说松绑让这个住院医师 和实习医师能够真正的辞职 但是政府又同时的展开最后的喊话 表示说如果实习和住院医师 赶快的回到岗位上的话 将不会施予任何的处分 希望对这个参与抗争的 这个住院和实习医师 释出最大的善意 然后也同时可以避免这个集体流疾 和这个医疗大乱的情况发生 但是对于政府最后的温情喊话 还有释出善意 当前这个住院医师 实习医师的反应仍然相当冷淡 许多人批评 政府都还不愿意让步 在根本没有获得医界共识的情况之下 坚持要这个大幅度的增加 这个医学生 这也让许多的实习和住院医师觉得往后没有希望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刚才嘉隆有提到 绝大多数的住院和实习医师 还没有复归职场 甚至很多人还扬言将会 在接下来几天会直接辞职 那根据政府于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 目前复归人数的比例只有7.4% 上个星期相比其实增加不到一个百分点 还有百分之大概92的住院和实习医师都还没有回归工作岗位 那为了要持续抵抗政府的扩大招生政策 大韩医师协会现在也酝酿要发动罢工 从星期二到星期五连续四天将展开这个会员投票 昨天才刚举行第一 前天才刚举行第一天 就有四成的会员医师已经参与的投票 参与的气氛是相当的热络 那如果周五投票结束开票结果出来 决定是要罢工的话 届时对南韩政府还有医疗体系都会是另一波重大的打击 因为这样子就不只是原本的朱约翰实习医师 连一般的医师还有医学系的教授都参与罢工的话 影响的范围一定会更大 那医界也批评政府一直说没有拒绝沟通 而且对话之门是随时敞开的 但实际上对医学系的扩招 政府完全不愿意让步 若是这样对话就完全没有意义 我们来听听这个医学系的教授的说法 好您刚刚提到这个医科教授要求政府的对话 不应该预设任何的立场或前提 而且医界也会力争参与决策的参与 那尽管医界这边医界这个医疗团体反弹相当的激烈 那但是南韩多数的民意都希望医生们能够早日复归 希望赶快结束这场纷争 这个南韩的保健医疗工会于6月3号发表的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85.6%的民众认为住院和实习医师 还有医学院的教授应该赶快的中断抗争 而另外一方面这个尊重和支持 这个医师抗争的民众只有12% 那上周我也在所有大学医院采访到 这个就医病患的家属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访谈片段 您刚刚看到这位先生他是心急如焚 因为原本4月底他的老婆要动手术 拖到已经5月底6月初了还没有下文 那他也跟我表示自己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医生们待遇和地位都这么高 还要还要发动抗争 这样的主张和医师实际的情况 和这个处境不一定是相符的 但是却代表了多数南韩民意的心声 所以呢这个医界要如何更有效的 让自己的处境表达给民众了解 而且获得支持将会是相当大的挑战 那目前看来医症对立仍然没有得到化解 那尽管多数的民意赞成医学院扩边招生 但是也认为医生们应该也认为说 医生们应该要赶快的回归职场 但是医界的抗争水位却持续的在上升 我们现在就必须要紧盯星期五 这个大韩医师协会的罢工投票的结果如何 好到底会不会通过这个罢工呢 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但无论如何都希望双方能够尽快的达成共识 那我们再来看是在消费市场上 南韩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是上升了2.7% 涨幅已经放缓了 不过听说像是苹果跟梨子这类的水果还是很贵 甚至有一句话说水果现在贵得跟黄金一样 那钱豪在南韩生活是不是也对水果的涨幅特别有感 是啊 我最近去每天去超市买菜或者是买水果 看到这个价格实在是都会想非常多 必须要勒紧荷包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跟去年相比的话相差太多了 我们过去连线有提到 其实今年开年入春之后 南韩已经又出现了一波物价上涨的趋势 原因在于这个去年风灾水灾造成的这个蔬果 这个蔬果还有这个农产品都受到了影响 加上那个国际油价的不安波动所导致 这个南韩的统计厅其实在6月4号 已经公布了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上升指数 这个上升率为2.7% 创下去年7月以来的最低升幅 也就是说整体的物价上升速度 其实是有在这个放缓的 但是尽管如此 民众可能对于这样子的数字不会有太多的感觉 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各项的蔬果价格仍然维持高空前进 4月底连线的时候 我有给大家展示过 当时我在升迁超市拍摄的照片 一颗高丽菜的价格已经来到新台币210块钱 和去年同期相比足足高出一倍 那今天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当前主要水果的平均下价格 如果跟这个去年同期相比的话 其实涨幅也相当的惊人 这个目前的梨子的价格升幅是最多的 达到126% 也就是说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是翻倍成长 另外苹果的价格也上涨了8成 还有橘子和桃子这些水果涨幅也在6成 最近这几个月南韩的坊间 刚才嘉隆也提到已经出现了水果跟黄金一样昂贵 这样子的讽刺的说法 很多婆婆妈妈现在在超市要买水果的时候 都得斤斤计较 甚至决定放弃 这样子的情况如实的在南韩上演当中 而不只是婆婆妈妈 餐饮业者其实也是普不攀岩 因为这个原物料 农产品都相继的上涨 所以经营成本增加 这些问题都必须要反映在价格上面 否则经营就会越来越困难 所以您可以看到 这个南韩整体的物价上升率 虽然是放缓了 但是在民间 一般家庭还有餐饮业者 仍然是相当的辛苦 那另一个跟民生经济相关的问题是 基准利率 韩国银行在去年1月 把这个基准利率上调到3.5%之后 就一直动涨到现在 这个3.5%的利率其实是2008年 这个连曼兄弟 次级防贷风暴 还有这个金融海啸以后 最高的水准 这个韩英总裁李昌庸 在上一个月曾经公开表示 如果这个消费者物价上升率 来到2.3%或2.4%区间的话 如果还持续的在下滑的话 就可以来思考调降基准利率 只是眼前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 估计南韩要降息的话 可能速度还不会那么快 因为第一个美国的联准会 依然维持高利率政策 目前看起来也没有要降息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第二个 这个中东情势未见趋缓 还有乌克兰战争僵局也长期化 也在在的影响到国际油价 还有这个对市场的前景预测 所以这个南韩的这个景气 与民生经济未来几个月 还可能有很多很不安的因素 物价上升对现在这个民众来讲 是相当有感的 每个人在采购要准备食物的时候 都必须要勒紧荷包 我想确实不管是南韩或是台湾 都是在关注美国联准会的 这个利率政策 那今天非常谢谢钱豪 带我们了解南韩的政治社会跟经济面 谢谢钱豪 谢谢我们下周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